铁穷不够 铁树来凑 火力军到现在都很惊讶 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 竟然可以突破铁穷的防御 不过就过程来看 这不单单是铁穷的弱点 而是所有防空系统的招门 为了弥补这个问题 以色列部署铁树激光防空系统 用于拦截哈马斯的无人机 火箭弹 那么哈马斯是如何突破铁穷防御的 铁树能弥补这个缺口吗 之前在网上流传了一段视频 夜空中闪过几道光 依次光束拦截火箭弹 于是就有多个媒体报道 以色列在巴以冲突中 首次使用激光武器 不过实际情况确实 那段视频是游戏武装行动3的画面 当然以色列使用激光武器 也不是不可能 10月15日以色列媒体报道 为抵御哈马斯的火箭弹袭击 以色列将首次使用铁树激光武器系统 用于弥补铁穷的弱点 在空中拦截系统方面 以色列绝对是航家 其专门拦截迫击炮 火箭弹的铁穷 自2011年以来 就持续守护以色列各地 根据2014年之后的统计 铁穷系统拦截哈马斯的火箭弹 成功率高达90% 那么这就有一个问题 哈马斯是如何突破铁穷的 就战术来说 哈马斯施程巫俄战争 在陆战方面 哈马斯使用了小型无人机 对乙军发动空袭 利用空头的穿甲榴弹 击毁乙军装甲车 同时使用单兵防空导弹 击退乙军直升机 在以色列失去空中与地面支援 制空权又无法彻底拿下的情况下 哈马斯就能最大限度地使用火箭弹 这也是其突破铁穷防御的前提 铁穷这一次之所以无法发挥作用 主要原因还是饱和式打击 哈马斯发射的火箭弹实在是太多了 首次攻击就发射了超过5000枚火箭弹 而且铁穷火力通道有限制 很难全部拦截 如果分析铁穷的话 其主要可以分为三部分 一部多功能相控阵雷达 一套战场管理和武器控制系统 三到六部二十连装发射装置 雷达是铁穷的眼睛 负责侦查来袭目标位置 轨迹等信息 控制系统则是铁穷的大脑 按照雷达传输的信息 根据目标威胁大小 确定拦截优先级 甚至还能评估拦截效果 铁穷的每部发射装置 都装有二十枚塔米尔拦截弹 根据大脑提供的信息拦截目标 拦截弹使用中段无线电子令 加末段主动雷达 最大射程15公里 最大飞行速度2.2马赫 为增加命中概率 一般为两枚导弹拦截一个目标 升空之后 先交由地面中际站进行遥控指挥 到达目标附近之后 弹载雷达开机增大命中率 导弹基数多 并且具备起射能力 保证了铁穷系统的拦截密度 有意思的是 铁穷不会拦截那些打歪的炮弹 在侦测到来袭火箭弹之后 能在不到一秒的时间内 根据弹药 天气等条件 判断火箭弹落点 指拦截摄像城镇 等有价值目标的火箭弹 这一套流程下来 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射的火箭弹 铁穷能拦截90%甚至更多 2022年8月 哈马斯至少向以色列 发射580枚各类火箭弹 铁穷的拦截成功率达到了97% 这一次之所以被突破 主要还是哈马斯改变了战术 双方打了那不长时间 哈马斯已经了解铁穷的弱点 这一次袭击中 哈马斯大幅度降低了卡桑 这类低劣火箭弹的使用量 而是以接近军用制式标准的 Ragium火箭弹为主 攻击方式也做了一定的改变 哈马斯这一次使用了宝盒式打击 使用更高的发射密集数 来堵塞铁穷雷达的火力通道 使火控计算机测算参数精确度 严重下降 也导致了拦截弹升空后 拦截弹道与火箭来袭弹道之间 有很大偏差 拦截率进一步下降 由结果来看 哈马斯第一波袭击 使得铁穷系统超负荷 之后才有一定的成果 而且这种程度的宝盒式打击 谁来都是一样的结局 总的来说 如果单论性能 铁穷在同级别系统中 已经是天花板 全世界独一份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需求 使得以色列发展出这种特有的武器 在面对非正规军的火力时 铁穷能发挥很大的作用 火箭弹道较为平直 有机可循 但是在面对能够变轨 或者追踪远距离发射的导弹 相当困难 当然 以色列也不是没有准备 铁穷不够 铁树来凑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发生 以色列已经部署了 功率100千瓦的铁树激光防空系统 用于辅助铁穷 以色列早就开始研究激光防空系统了 在以色列国防部的支持下 拉斐尔公司和埃尔比特公司 开始研究用于防空反导的 先进激光武器系统 2014年 铁树激光防空系统 正式在新加坡航展上公开展示 此后一直进行测试改进 2022年2月 铁树正式进入运行阶段 首批系统部署在以色列南部地区 2022年3月 铁树便在测试中成功摧毁无人机 迫击炮和火箭弹 未来还将推出 机载和舰载版本的铁树系统 按照以色列的计划 2025年才要让铁树服役 可惜计划赶不上变化 迫于哈马斯的海量火箭弹 以色列只能让它提前入列 就拦截性能来看 铁穹与铁树是互补的 可以加强以色列的多层防空 和反导防御系统 那么对于以色列而言 铁树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铁树是机动式激光防空系统 由以色列拉斐尔防御系统公司开发 为了方便运输和转移阵地 配备轮式底盘 系统由雷达 指挥式 以及两辆配备激光装备的战车组合 铁树的核心 就是这两个移动激光装置 其配备供电系统和辅助设备 激光作战效率 可以根据实际任务进行调整 必要时可以增加到300千瓦 增加射程与拦截效率 当系统雷达探测到来袭导弹时 激光装置首先集成为碟阵 再进行核数 形成能量更大 功率更强的激光束 大约持续照射5秒 就可以破坏空中来袭目标 包括失灵或是提前引爆 每次发射仅需要电力 也就没有弹药的限制 成本更低 射速快 精度高 可以做到直哪打哪 非常适合拦截高速或高级的目标 拉斐尔公司的测试数据显示 铁树系统的拦截成功率高达90% 有意思的是 铁树可以与其他防空反导系统 实时进行通信和数据交换 可以并入以色列多层防御体系 不过其最大的优势还是价格 可以说铁树就是用来解决铁穹成本问题的 虽然塔米尔拦截弹相当有效 但是价格有点贵 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射的火箭弹 大约有90%都被铁穹拦截 看起来很棒 但实际上血亏 基本上就是在烧钱 铁穹每个炮台的成本超过5000万美元 拦截弹初期生产成本 差不多是一枚10万美元 后来使用了大量的民用成熟组件与技术 放宽了复杂电磁环境等要求 并且塔米尔拦截弹实现了小型化设计 每枚价格为3万美元 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相比之下 哈马斯发射的火箭弹成本低于1000美元 但深据称 由水管或者天然气管制作 部分火箭弹药和炸药 来自乙军自己投掷的亚弹 作战时 基本上都是两枚塔米尔拦截弹 拦截一枚火箭弹 花费6万美元 击落一枚成本不到1000美元的火箭弹 简直亏到姥姥家了 而且塔米尔拦截弹的生产不及供应 需要数月时间 就算以色列提前积攒了不少拦截弹 长久以往 以色列的军备根本无法弥补 而铁树的价格优势相当明显 其每次成本仅3至4美元 最多1000美元 与3万美元的塔米尔拦截弹相差甚远 完全可以说物美价廉 以色列部署铁树之后 可以长时间使用 同时激光技术还意味着无限制的弹药储备 以及更少的作战人员 运行成本更低 同时拦截效果也不错 铁树激光防空系统发射4到5秒后 就可以摧毁空中目标 有效射程大约7公里 除以摧毁超短程导弹 以及抵御大规模打击的主要武器 刚好可以弥补铁雄系统 无法拦截超短程空中目标的短板 除此之外 与常规导弹拦截系统相比 铁树拦截附带会伤小 同时便于瞄准和作定目标 失误后也不影响作战结果 缺点就是容易受到气候条件影响 激光可能会被散射或吸收 从而降低效果 总的来说 在应对无人机 火箭炮方面 铁树可以有效弥补 现有防空体系不足 与铁穷配合使用 可以提升以色列防空体系作战能力 不过 目前以军和拉斐尔只有原型雷射战 还无法全面保护以色列领土 可以预见的是 铁树最初仅用于来保护 极易遭攻击的重要地区 网上出现一些视频 也不是不可能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觉得以色列的铁树 能起到什么作用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家一起讨论 如果内容有不对的地方 也可以在下方指证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 等待找找他 们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